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 1月歌林唱片公司 在美国宣布对台湾断交之后 找了这个旗下大将邓丽君演唱的 最新爱国歌曲 我们都知道1982年的10月 共军飞行员吴隆根 驾机投奔自由 那在这个来台记者会上 就有记者问吴隆根讲说 你今后这心愿是什么 原本大家都以为像以前的反共议师 要讲的那些什么 要投校国军 要追谁讲总统 或是要反共大陆 要消灭共匪 反正大概就是这些反共八股 结果吴隆根竟然只是很腼腆的 说了一句 我想见邓丽君一面 一次就好 你知道这个透过电视直播 大家都觉得吴隆根这个心愿 实在是太好笑了 好像是一个单纯的歌迷 驾机飞来台湾 只是为了见邓丽君一面 那所以这个邓丽君演唱的 这首《向自由飞墙》 就被我们央广 当成是对共军心战广播的国歌 那当然了 有些乡民也会疑惑 想说好像在邓丽君的个人专辑里 都看不到这首歌 那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1979年1月 美国政府宣布跟台湾断交之后 这个政府就为了鼓励明星士气 让各大唱片公司都找旗下的大牌歌手 演唱这个全新的爱国歌曲 歌连唱片公司就出版了这一张《时代新生》 那这张合集里面收入的这个爱国歌曲 可能今天大家都很有印象 除了邓丽君这首《向自由飞翔》 鼓起勇气 人情方向 离下一歌心愿 快向自由飞翔 对不对 这个叫做《向自由飞翔》 还有这个 凤飞飞的巨航 那或是像高凌峰的 谁都不能欺负他 谁都不能欺负他 那或是像那个 《向自由飞翔》 《四海都有中国人》 你看你看四海 都有中国人 四海都有中国人 这些我们今天看起来 都不可能一次出现的大牌歌手 现在全部集合起来演唱全新的爱国歌曲 这其实也是当时在台美断交下 很特殊的环境 才会出现的一张唱片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